由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率領的工商專業界知名人士訪京團啟程去北京 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朝早到機場 同樣參與訪京團的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劉漢全就說 暫時未知道訪京行程當中會不會傾政改 而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朝早亦都去到機場 他沒有回應提問 今次行程還有詳實集團主席李嘉誠 行程主席李兆基、香港總商會、地產建設商會等等 亦都有派代表參與 據了解他們明天會在人民大會堂或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